今天上街碰到一个狮子男 简直太Man了 真的吗 有多Man 女朋友买东西二话不说就掏钱 大大小小的帮我一个都不让他背 光街睡累了 一把扛亲女朋友就走 我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男朋友 睡觉怎么能吓醒 狮子座的爱情价值100万 简直就是男朋友的完美人设 有些我问你 你这个魔戒座爱情也价值80万 为什么现在还活得这么苦 为什么成了像公主一样 你就不能浪漫一点 学学狮子座的男生吗 对不起 虽然我没有车没有房 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呢 骨子里缺少的浪漫 我学不来 那就学学天蝎座 聪明预运世界新强 对爱情超级认真 再不成你学学天秤座 你看小剑多好啊 他对你好一点 你就觉得天秤座好了 虽然他看起来很有爱 但你知道他的爱要平均给多少人吗 爱就像资源 多了固然好 但是基数太大 平均下来根本没有多少吗 天秤座惹你了 我们这是不爱 是要有伟大胸怀的好吗 你能画重点吗 就算你像处女座一样 有很多洁癖 我也爱你啊 就算你像巨蟹座一样 不是无条级付出 我也爱你 但是你不能让我一点坏想都没有吧 哪个星座适合交男朋友 哪个星座适合做老公 天天就知道迷信星座 能不能看看你自己 我怎么了 你可是射手座 不适合做情侣 也不适合做夫妻 你爱的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吗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自己裹不下去 不要殃尽无辜 我家射手座的紫薇就挺好的 从今天起 不许再提星座 都给我去看生销 更多搞笑视频 搜索虚度8 每周更新